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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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Beauty Upgrade 大家好 我是Paula 又到了我們每週抽牌的時間囉 不知道這個禮拜大家過得還好不好 有沒有去吃大餐 或者是有去放鬆一下自己 心情方面的一些壓力啊 有沒有 那今天啊 我們本週的題目喔 就是我該如何突破目前的困境 這邊我一共是先抽出了三個選項 三副牌卡 一二三 那我們這邊先深呼吸十秒 然後你們可以憑著直覺選擇 你想要的那副花牌 花的那個樣子來選擇 對 那我們先來深呼吸十秒 我就不拉近鏡頭給大家看了 對 那如果說大家有想要占卜的 可以到YouTube頻道去打Polar塔羅 其實就會找到我了 好 那這邊請大家想著你的問題喔 我該如何突破目前的困境 深呼吸十秒 好 從左邊開始喔 一二三來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十 三 二 一 好 我當大家都選好了 我們先從選項一的朋友開始 其他的先移到旁邊 好 我們選項一的朋友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第一個就是You are lovable 其實你是一個很可愛的人 而且你也是身旁有很多的人圍繞著你 有很多的時候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 都還有蠻多人會願意伸出援手幫助你的耶 所以我覺得當你遇到目前現在的困境難關的時候 我覺得你不要害怕喔 你就勇敢的去求援 勇敢的大喊請大家幫助我 或者是撒嵐一下 我覺得會有很多人會想要馬上衝到你身邊來幫助你喔 而且我覺得你也要首先先 真正的肯定認同你自己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唷 好 我先往前一下下 好 我先全部打開囉 好 保健衣衣衣衣世界牌 還有我們的力量 我覺得現階段對你來講啊 其實你真的會有點擔心是不是要繼續維持 目前這樣子的一個現況要繼續下去多久 可是我覺得你如果說你想做的事情啊 完全不是你真的真心發自內心你想做的 我覺得你要勇敢的say no喔 像我這邊排卡就出現no 你要勇敢的拒絕 因為如果說你覺得發自內心讓你感受到不愉快不開心 那你千千萬萬的就不要去勉強自己說 好 我一定要為了符合誰的期待啊 誰的需求啊 完成誰的想法 誰的那種要求 所以你必須要忍耐 我覺得沒有 因為我覺得其實你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了 其實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如果說實話 你有點害怕自己會被拒絕 你也會很害怕自己會受傷 或是害怕失敗 對 所以其實你有一種害怕不敢跨出舒適圈 你勇敢不勇敢的面對目前這樣子的一個困境 而且你也會覺得說想要有誰來幫助你來伸出元素來拉你一把的感覺 可是如果你是因為有這一種想法的話 反而其實也會有點困難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常常人家會講 如果你都不清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的時候 你要怎麼讓別人來幫助你呢 就簡單有的人會講 雖然這句話比較殘酷一點點 就會講說你不自救誰要救你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必須要先去釐清一下下 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你很清楚知道 只在於說你需要有一個人去推你一把 那假設你想要透過目前這樣子的一個視頻占卜的頻道來推你一把 我覺得也很好 因為其實你心裡面想的那件事情是對的 你要相信你自己 而且我覺得你要很相信你自己有能力跟能量 可以去處理目前這樣子的一個事情跟狀態的 而且你有很大的機會你可以往好的地方發展 無論感情或者是失業 其實你會有新的開始 只在於說你願不願意去接受 你有沒有勇敢想要去嘗試 其實你是有機會的 可是如果你不要 你要大膽的say no 不要去勉強自己去做你不喜歡的事情喔 這邊是我們選到一的朋友 還蠻明確的一個指引的方向的 希望可以給你指引跟建議 好 那我們首先來看第二個喔 選三個的朋友 你看很明顯就是什麼 面對目前的困難跟困境你要怎麼辦 我覺得首先啊 你必須要保持有你的耐心耶 因為很有可能 有的時候你會比較衝動 你會沒有辦法耐心的等待一個答案 那這個時候其實花牌的神韻牌卡給你很明顯的 就是希望你可以保有耐心 有的時候可能有些事情啊 是需要時間的發酵的 不是說那麼的快 馬上就會有一個結果 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那如果我們可以保持耐心 然後相信目前這一切的發展都是有意義的 那我們再給目前的狀況一點時間 我覺得是可以看到結果跟成效的喔 我先全部打開好 寶劍騎士逆位 全帳一逆位 還有我們的聖杯八的逆位 好 我全部打開等一下喔 這邊好 我覺得其實啊 你也是跟剛剛選到一的朋友有一點點像 可是現在呢 你是你很害怕你會做錯決定 所以其實你也是還蠻需要人家幫忙的耶 而且我覺得其實你非常非常的想要改變你目前的現況 只是你也會有點擔心的是說 你已經其實你心裡面已經決定好 你要怎麼去突破了 怎麼去跨越了 只是你擔心會失敗 而且你也很擔心自己做的這個決定是錯誤的 可是我可以跟你講喔 你並不是衝動型的那一 你不是完全衝動型的 因為現在的你可能你跌過了很多的跤 所以現在反而你會更知道說 喔 我就決定做事情以前啊 我要想的更清楚更透徹一些些 所以現在喔 反而其實是你經過你的深思搜尋 而去思考出來的一個答案跟行動計劃 而且我覺得你要打開你的心房 勇敢的去接受 無論說你跨出去了 因為你現在做的決定是對的 很明顯是對的 而且是成功的決定 那你做了 我們不要去擔心結果是如何 因為我覺得你要打開你的心房 勇敢的去接受任何所有事情發生的可能性 而且喔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我也希望你可以勇敢的去向別人尋求協助 就算是你想要幫助別人 這個也很好 因為這邊就是你要散播你的溫暖 散播你的能量力量 因為我覺得你是一個很有辦法 可以去幫助別人的人 那你現在先多付出一些些 當有需要的時候 人家也會願意 毫不猶豫的回饋給你 這反而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現象喔 對啊 所以我覺得也會還蠻鼓勵你去幫助人家的 不要去擔心說那個結果會是什麼 我們都不要去想那些東西囉 好 這邊就是要給我們選到二的朋友的指引囉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選到三的朋友 選到三的朋友我覺得首先啊 你不要太過的把自己的難關給複雜化了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你就好好的簡化你的生活 好好過好你的生活 這樣就好了 過好自己 你想要的那種小日子就好了 像個小廚具小句話一樣 其實你有很多的時候 很多事情想去做 可是有的時候 你可能不小心想太多了 反而因為想太多 讓你有一點粗粗不淺 反而沒有辦法前進 這個其實也會讓人家 有一點點擔心你的狀況喔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不要想那麼多 不要自己嚇自己 好 我們全部打開喔 全張六 尼文森杯期 自然為還有我們的錢壁酒 好 還有我們其他都打開來 我其實覺得在面對目前你的這個困境困難啊 你心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對吧 你有很多的想要去做 而且其實我覺得你已經還蠻受傷的了耶 因為我覺得你心裡面也放下了身段 你也去嘗試了妥協 你也很試著想要去做一些你從來沒有嘗試過的 而且你心裡面有很多的A B C D E 這樣子的方案都在自己腦子裡面 而且你自己也很想要在自己的一個事業上面喔 去照顧好自己 甚至想要在事業上面更有一個成就穩定感 你想要穩穩的去努力去做 可是我覺得在這個地方啊 比較明顯看到的是說你要放輕鬆 而且我覺得你要勇敢把你的想法給表達出來 而且我覺得現在啊 比較重要的是看到你的冷氣溝通方面出現的問題 需要你去好好的去理解跟對方協調 然後我覺得你不要給自己那麼多的壓力 因為我這邊看到比較是需要你可以放過你自己 不要太過要求完美 因為我們不會有百分百完美的人 如果有的時候你真的犯錯 或者是沒有辦法盡善盡美 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你要告訴你自己 你已經盡了全力了 你已經做得很好很好了 現在反而需要你可以好好的享受 目前的這個過程 你去放鬆 對你看 listen to the music 我覺得就是需要你去放鬆 好好享受目前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覺得其實目前啊 再過不久 你如果你願意多多放鬆 其實事情會順其自然的越來越好 不需要你不斷的去push push它 讓它越來越快 進展越快我覺得其實完全不需要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喔 所以我覺得現在很明顯就是 你要好好的去表達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好好的溝通 然後不要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 就是一個最好的方式喔 好 這邊就是啊 我們今天要給大家的 每週抽牌的解排囉 那我們期待下週的題目囉 那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拜拜 拜拜 參加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